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的占星師米薩小姐 用務實觀點解決你生活中的疑難雜症 那在這禮拜呢 水星已經進入到射手座囉 並且火星跟海王星形成了三分項 所以呢 我們在心態上面其實可以有一些樂觀 那也可以有一些憧憬去衝刺自己喜歡的事情 但是呢 仍然要避免有爭議的人事物 因為他們帶給你的傷害呢 就是在有跟沒有之間 如果你只想要看自己星座的話呢 已經幫你切好時間點囉 連結我放在下面 那你點進去呢 選擇自己的星座就可以直接看了唷 當然啦 也不要忘了去YouTube上面追蹤我們的頻道 然後也可以追蹤我的IG跟粉絲團 那星座運勢後面呢 都有給你一句小祝福 希望你看到了 會覺得心中更有勇氣跟力量喔 本身我們的羊座呢 在這個禮拜你會很有機會接觸到國際的事物 那這些有海外背景的人事物呢 總是會讓你做起來特別的得心應手 那如果呢 你是要尋找工作的話 你也可以尋找跨海或者是外商喔 因為這個好運還會維持一陣子 那還要記得呢 無功不受入 任何好事情但是沒有前提的找上你 就未必是一件吉祥的事情喔 給牡羊座的朋友 我只選擇我需要的 本週金牛座呢 現在你的金錢運勢是特別的好 那現在你可以去消化一些有難度的金融知識 所以你應該更加積極的去接觸這些跟理財投資有關的訊息 那可以開啟你一些賺錢的靈感 或是其他跟金融有關的想法 那政治運勢也是很帶財的唷 所以你可以主動積極的 那就跟客戶提出你的想法 被採用的機會也很高喔 給金牛座的朋友 我把夢想帶進生活 本週雙子座呢 如果你單身的話 是很容易跟工作上面的夥伴發生出感情的喔 也有可能是因為一起工作的時間久了 所以越來越有革命情感 那如果你是有伴侶的話呢 在這個禮拜遇到工作上面的事情 你也可以虛心請教他們的意見 那他們會非常有洞見的 提出讓你腦洞大開的想法喔 給雙子座的朋友 我的夥伴是可愛又友善的 本週的巨蟹座呢 如果你單身的話 就是不要去攻略跟你背景差異太大的人 因為現在的你確實很容易遇見他們喔 然後他們名義一樣的背景呢 是讓你特別有動力想要去親近他 但是就很容易落入一個只有你主動 然後是一個讓人搞不清楚 現在是什麼情況的局面 那如果你是有伴侶的巨蟹座的話 什麼都好 就是不要跟對方開啟未來藍圖的話題 感情上就是要藉有勇無謀 給巨蟹座的朋友 我享受當下 本週的獅子座呢 在金錢運勢上面應該要保守的態度 因為現在外界有很多的誘惑 實在是讓你分不清楚是真是假 除非是你真的非常熟悉 而且你很擅長的事情喔 不然就是不要進場 不然現在很有可能就是 落入一個草草收場的局面 在工作上面呢 既有壓力又有新的刺激 你可以在這一波承擔當中 學習成長的很快 那辛苦後甘呢 就是形容現在的你喔 給獅子座的朋友 責任跟禮物同時來到 本週單身的處女座呢 很容易結交到新的好朋友 也很容易迅速的發展起來 但是現在的感情關係 比較像是個取所需 而不是建立在互相欣賞的情感上面 所以如果你有這個情況的話 你就是要非常清楚現在你在乎的是什麼 那如果你有另外一半的話呢 對方是非常寵愛你的喔 你就是要特別規劃時間 兩個人出去蜜月一下 給處女座的朋友 我選擇正向的想法 本週天秤座呢 在工作上面不能太過的跳躍 一定要一個階梯一個階梯 這樣子累積上去喔 因為現在的你呢 當然心態上面非常想要一飛沖天 但是這個能量呢 還是要好好做規劃跟積蓄才能走得長遠 那現在呢 你的朋友都會是你最好的奧元 當你工作上面遇到問題的時候 你都可以去請教他們的意見 讓他們來幫助你 但是你現在呢 不要太快的跟他們提到合作跟分潤喔 給天秤座的朋友 自律通往自由 本週天蠍座呢 在工作上面可能會有非常明確的直覺跟方向感 那你就溫柔堅定的去主導一些事情吧 那在你的身體力行之下呢 你身旁的小夥伴 那會被你感染 然後紛紛前來支援你喔 那新項目在剛開始做的時候呢 可能成績沒有什麼特別的 但是這很正常 就請你溫柔堅定的灌溉下去吧 給天蠍座的朋友 因緣在我的努力下漸漸俱足 本週射手座呢 因為你能幹的外在形象 就很容易讓你身邊的人對你予取予求 希望你可以去幫助他們 那你還是要劃分好界線喔 不要太常的去幫人家處理他們自己的課題 在工作上面呢 你還是很適合去開發一些新的項目 但是不用先決定要做哪一塊喔 因為你現在還是很有緣分去認識各路人馬喔 而且他們都是你的貴人 所以你就是不要涉獻去聽聽每個產業的心路歷程 給射手座的朋友 我設下保護他人的界線 本週摩羯座呢 在工作上面的豬隊喔 還有小人都還是蠻多的 所以對於秘密就是一定要守口如瓶 然後重要的事情不要交給別人做 在這個禮拜 凡是親力親為一點喔 居然還是會有意外的貴人跟桃花來找上你 所以不用覺得什麼事情太low了你不做喔 都可以去嘗試看看 給摩羯座的朋友 幸福就在每個日常的片刻 本週的水瓶座呢 在工作上面你會接觸到很多不一樣的產業 那他們會開啟你不一樣的世界觀 然後你的社交生活也是非常的豐富跟頻繁的 很建議你呢 多去參加一些跟產業有關係的聚會 或者是讀書會喔 都會對你非常的受用 這也會是累積靈感非常好的一個過程 那你可以頻繁的跟他人交換意見喔 給水瓶座的朋友 想像力是可以被我實現的 本週的雙魚座在工作上面能夠強勢領導的 是你的主管跟你的長輩 那他們用的方式可能不一定讓你感覺到舒服 但是還是建議你先把個人的喜好放在一邊 做好他們能幹的小幫手 他們看到你的付出之後呢 自然會對你更加的留心或是更加的照顧 那也建議你呢 可以多用他們的視角來看事情喔 你會發現他們身上還有很多你可以學習的地方 給摩羯座的朋友 團體的榮譽也是我的榮譽 今天要來推薦的歌單呢 就是來自韓國女團的Mama Moon 他們睽違了4年推出新的Dunge Hip 那這首歌呢 其實裡面有很多的意義 跟有很多的彩蛋 那這個分析呢 就在下面的連結 所以可以點進去看喔 那在Wonderful這個平台上面 還有很多的MV解釋 都可以去找來看 那這禮拜就到這邊囉 今天真的過得好快啊 大家也是這樣子的感覺呢 別忘了要去我的YouTube頻道上面訂閱喔 然後記得留言給我 再幫我按個讚吧 我們就下禮拜再見啦 掰掰